宇宙国家队新任单打主教练佐纳森 今天正式在宇宙学院亮相 准备好接受挑战 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拿下我国第一枚金牌 他对球员们充满了信心 因为每一名球员都有特点 重要的是让球员发挥潜能 当然,让每个国家有三个球员 在世界上是一个巨大事件 我们必须做很多步骤 前面 我将远远远远 卓纳森今天在余总教练总监列西的陪同下第一次召开记者会 他披露他上任后会利用两个月的时间来评估球员 以及了解我国语球文化 由于时间紧迫奥运会资格赛将在2027年开打 他已经设定好期限希望球员能在明年底达到预期水平 索纳森也是丹麦羽毛球医哥安塞隆的前教练 他将会在明年1月4号正式上任 直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他将会在明年1月4日的时间 什么人员